故事的主人公华丽丝出生在非洲的索马里沙漠 三岁那年母亲把她交给割离师 对她实施割离 在割掉阴地后就会用刺规的针状物将两侧缝合起来 只留下一个很小的开口来排泄尿液 直到新婚之夜才能够解开 十二岁那年父亲为了得到五头骆驼 便逼过华丽丝嫁给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当小妾 华丽丝迫不得已地选择了逃婚 她拖着一双溃烂的脚穿越一望无际的沙漠 长途跋涉来到了外婆家 但由于外婆家里穷养不起她 只好将她送到了索马里 驻欧洲大使馆工作的姨妈家里做佣人 可没过几年索马里国内战争爆发 索马里大使馆被国内召回 她也趁此时机流浪在英国伦敦 过着剪破烂睡大街的生活 直到有一天她遇到了一个服装店的导购小姐 玛丽玲 也许是缘分吧 她一直傻傻地跟着玛丽玲 看着无家可贵的华丽丝 善良的玛丽玲收留了她 并且帮助她找到了一份快餐店清洁工作 幸运的是 华丽丝在快餐店工作的时候 意外地被著名摄影师唐纳森看中了 唐纳森三番五次地邀请她 到她的模特公司当模特 一次华丽丝无意间撞见玛丽玲 正在和一个男人上床 事后她告诉玛丽玲 正派的女人不会这样做的 而是要接受割礼 在玛丽玲的惊讶之中 华丽丝掀开了衣服 将自己割礼后的样子给玛丽玲看 玛丽玲很不理解 她将自己没有割礼的下体给华丽丝看 身体上的差异让华丽丝的泪水奔涌而出 小时候的割礼让华丽丝的下身疼痛不已 她来到医院检查 得知病情后 医生要求华丽丝要尽快的手术减少疼痛 但医生并不会索麻鲤鱼 于是叫来了一个索麻里员工当翻译 索麻里员工却并没有按照医生的意思翻译 而是指责华丽丝不知羞耻 背叛了民族文化传统 感受到羞辱的华丽丝 痛哭着走出了诊疗室 不久在玛丽玲的支持鼓励下 华丽丝决定改变自己 她主动到医院完成了手术 还主动到唐纳森的模特公司上班 在这里她得到了友好的待遇 面对镜头她不再犹豫 不再害怕 开始在模特界展露头角 在公司的安排下 华丽丝准备前往国外演出 可就在机场过安检的时候 华丽丝却因为护照过期 被抓进了警察局 不久 华丽丝被保释出狱 暂时获得了短暂居住许可 为了获得永久居住的身份 华丽丝不得已和旅馆的一名员工假结婚 一年后 华丽丝顺利获得了永久居住的签证 随后便解除了婚姻 华丽丝凭借自己的努力 历经千辛万苦 一跃成为炙手可热的世界名模 她的故事也被刊登在著名的杂志上 引起了全世界的过敏 但她并没有沉醉在多姿多彩的生活中 反而心系索马里 她在联合国发表演讲的时候 呼吁人们停止割离 她把自己三岁时 曾受割离的惨痛经历 公之于众 在非洲 女孩如果没有接受割离 就像妓女一样 没有尊严 还不能够结婚 她希望能有更多的非洲女人 不再受此酷刑 38岁时候的她 成为联合国反对割离的代言人 她的到来就是为了拯救非洲 及一切有割离制度的落后民族 华类斯这朵沙漠之花 虽开于黑暗 却奋外夺目